今天ET国股推介是汇丰5号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祖选选原因是 汇丰过去三年持续增加派息 去年开始恢复每季派息 全年合共派息每股61尾先 按年增加9成1 派息比率大约5成3 汇丰曾经说2023与2024年派息比率大约5成 按盘博作片商的预测 汇丰今年盈利 按年增长1成4 意味今年有望派息每股70尾先 按汇丰则收市价64个八计 今年预测息率达到8.5厘 而按盘博预测更加有望高达9.5厘 在本地和国际银行股之中汇丰息率比较高 不同部分内银股相近 计较风险因素和直博率 是本地及国际银行股之中高息股的首选 走势上 马秀为于高息长卦 汇丰今年以来反复向上 昨日收64个八股 股价创2018年2月以来高位 策略上有货的话继续可以持有 中期上网大巷给予平均目标价74元 回吐适宜守着58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